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斯勒姆是热火的忠臣 曾经他为了让热火可以给三巨头更高的薪水 主动向性并拒绝了其他队伍 开出了更高的薪酬 他的付出也得到了汇报 最终热火三巨头亮度总冠军 求你们勤切的趁他为哈队 上赛季哈斯勒姆场均拿到0.6分0.7篮板0.4助攻 场均上场时间仅有5.1分钟 哈斯勒姆是维德身边最亲近的球员 两个人都是热火的传奇 哈斯勒姆在球队中的主要作用并不是上场比赛 而是作为一个更衣室领袖 教导年轻球员 帮助年轻人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此外 热火与哈斯勒姆去约 除了希望哈斯勒姆可以作为一个导师 同时也是对这位热火忠诚此前降薪的补偿 ESPN预测莱奥纳德明年夏天联手詹姆斯8月16日 美国著名媒体ESPN选出了明年夏天的五大自由球员 并预测他们的下架 他们分别是莱奥纳德 杜莱特 欧安 汤普森和巴特勒 ESPN的预测认为 杜莱特和汤神很有可能会留守勇士 欧安和巴特勒都会加盟尼克斯 而莱奥纳德则 很可能会加盟胡人联手詹姆斯 莱奥纳德 在赛季结束后很有可能不会留在猛龙 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他很可能只会在猛龙过渡一年便加盟洛杉矶球队 洛杉矶有两支球队 分别是胡人与快船队 此前在招募莱奥纳德时 胡人队比快船队展现了更多的热情 这将会打动莱奥纳德 莱奥纳德希望加盟洛杉矶球队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希望回到家乡球队征战 第二是他和他的团队希望得到更多的曝光 而胡人队正式达成这两个希望的最佳球队 加上快船队预计在2020年 却要迁出斯塔普斯班到英格姆德县 届时在洛杉矶斯塔普斯中心的主人只剩下洛杉矶胡人队 这就类似纽约尼克斯科兰网队 投票结果显示埃奥纳德加盟胡人的概率为57.6% 他留在猛龙和区块船的概率分别为27.3%和15.1% 莫雷胜赞詹姆斯 卡佩拉或2K任何8月16日 莫雷在做客节目中胜赞了詹姆斯 莫雷趁詹姆斯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 这忠于数据分析的莫雷表示 从数据上来看 詹姆斯遥遥领先于其他人 甚至是麦克尔乔丹 莫雷趁所有人用肉眼都能看出詹姆斯的伟大 他可以带领球队胜利 而如果再结合高阶数据来看 那么詹姆斯就无疑是历史最伟大的球员 没有之一 8月16日 火箭队中锋卡佩拉在社交媒体上 公布了自己的2K19能力值 他的能力值为84 比上赛季的79高了5分 这说明卡佩拉在上赛季的表现 得到了2K公司的认可 在2017-18赛季 卡佩拉场均出战27.5分钟购陷 3.9分和10.8个篮板 1.9盖帽 0.8强段 投篮命中率高达65.2% 罚球命中率也提升到了56% 1.8零件最远是决定的